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老五和他的朋友们 我是老五 这一期跟大家聊一个娱乐新闻 为什么聊娱乐新闻 因为没什么新闻引起我兴趣 然后刚才翻着电脑看看新闻 然后的话看看有什么新闻话题 可以跟大家谈一谈聊一聊的 结果忽然发现没什么特别多的新闻可以聊 然后忽然我点开了一个新闻 然后想了想 这个倒挺有意思的 然后决定聊一期娱乐新闻 这期娱乐新闻是什么新闻呢 是蔡依林 蔡依林我先讲讲我对她的印象 我大概是在上高中的时候 那个时候刚有电脑97年左右 97年之后 然后那个时候 刚怎么着呢 自己在网上下载MP3 然后听歌 然后那个时期 那个时候大部分跟我同龄的人 还都在买磁带买CD 这个阶段晃 那个时候我就已经开始用MP3 下载MP3格式的音乐来听了 还是很方便 那个时期 还是有很多的网站可以能下载MP3的 因为那个时候音乐这块是互联网 算是盗版里面的一个突破点 那个时期网速比较慢 56k的猫 然后一秒钟5k算快的 一首歌三四兆 多则五兆 少则两三兆 这样的一个容量 然后你想一首歌得下多久 我们那个时代 然后有一天 我在下歌下歌 结果就莫名其妙 有些新的东西出来 我就自己就下了 听新的 反正不花钱 然后听到了一个声音 就是这个蔡依林 那个时期 那个时候 他应该也就是十几岁而已 应该算我同龄一个人 应该比我大 差不多 我不知道他到底多大 反正感觉他说他40 40应该跟我差不多 然后那个时期 他应该也是十几岁 大家要知道一件事情 十几岁 十几岁 一个小姑娘混在娱乐圈 然后出了唱片 娱乐圈可不是那么容易玩的 娱乐圈是 你可以说他是戏子青楼 或者怎么样 他其实多多少少都带着这一层表演的性质 为什么好莱坞在美国人心里 其实也不是一个圣洁的殿堂 对不对 然后咱们的娱乐圈 就从古代来说也下九流 然后现在的娱乐圈 不管是国内 还是韩国 还是日本 大家也都知道 是各种奇奇怪怪的事情都有 台湾同样如此 所以说一个十几岁的小姑娘 混在台湾的娱乐圈 也不容易 也不容易 但是你不能说他是一个 不能说他是一个特别单纯的 特别无知的 不可能 除非你是一个十几岁的小孩 你可能会觉得 娱乐圈大明星 这个单纯的 他们努力 他们努力 发烧四十多度 还在工作 他努力我爱他 你除非是这种级别的 那咱们就没法说了 你知道吗 然后这是我回忆到的一些 关于蔡仪林的一些事情 蔡仪林这些年 然后怎么讲 他给大家表现的一个形象 就是女权 然后大概印象里边 就是曾经他出过一首叫我 呸 呸呸呸 就那首歌 然后整个就把女权的形象 给端起来了 可是因为我 我这个人爱好的特别广泛 什么好玩 我去看什么 然后所以说有些新闻 我也是一个常年有看新闻的一个习惯 那么一个人 所以说多多说好 有些人的新闻 我是有印象的 所以说蔡仪林这么多年的变化 我是知道 大家也知道 刚才我买了两个伏笔 买了一个伏笔 那就是蔡仪林进入台湾娱乐圈的时候 只有十几岁 十几岁的一个小姑娘 水嫩水嫩的一个小姑娘在台湾的娱乐圈里面 而且我刚才也说了 台湾的娱乐圈很 只要是娱乐圈 它都不是一个干净的地方 一个小女孩进去了 你说她是单纯 我不信 然后到了现在了 40岁 她的形象变成了女权 我不是说什么在娱乐圈混啊 人都不好 不是说这个意思 但是大家要知道啊 从一个水嫩水嫩的小姑娘 混在了一个脏脏的一个娱乐圈里面 然后现在变成了女权斗士 这里面到底是为什么 其实我想说的是 我想说的是啊 从这件事情 我要看很多的事情 就是看 就是说大家想要表现的那个东西 跟他实质的那个东西是不是一样 而且大家要表现那个东西 他为什么要表现 其实我观察了好多事情 很多人都是 他要表现这个东西啊 他是因为大家喜欢 大家喜欢 大家不是觉得你这个人应该是什么样 大家只是喜欢你这个人说出了我心中想要听的话 因为女权这个事情啊 自打啊 从国外开始啊 自打me too开始 这几年了 然后一直以来不断 尤其是在女权 女同胞们的心里面 只要谁说女权了 只要谁出来喊一句 我要女人的权利 然后女人的权利啊 男人都是坏蛋 然后这个人 她的形象蹭蹭蹭的往上冒 是因为大家想要听这个 蔡依林是个聪明人 在她最嫩最水嫩的年纪里面 进入了娱乐圈 最需要年轻鲜活的小姑娘的一个份 一个圈子里面 她去了 然后呢 现在呢 到了2020年 这个社会里面需要的是什么呢 需要的是 女权 这种有精神力量 号召力的一些口号 哎 她开始喊了 这是一个聪明人 这些以前我跟大家说的那样 所有这些事情都像是一个生意啊 然后呢 关于这个生意啊 咱们不继续说了啊 神仙大家能明白就行了 没有人买单 她是绝对不会说这个话的 因为现在市场有这个需求 作为一个艺人 她就有自己的 有自己应该的去给大家表现 大家喜欢的东西 因为她是个艺人 她要表演 大家要知道艺人都是在表演 首先呢 我跟大家讲 我看到这个新闻 这个新闻的标题是比较吸引我的 然后她上面说啊 什么现在的蔡依林 周杰伦已经配不上了 首先呢 你那个女权呢 她就特别喜欢把男的啊 带在里面 你好就你好 你好就够了 干嘛非得别人不好 你好呢 而且还配不上 首先配不配得上 这是另外一个问题啊 然后呢 她这个整篇新闻里面呢 是一个公众号啊 是一个公众号叫摩登小姐 应该是一个经常以女权 以女权为主题 写文章的一个公众号啊 而且这个呢 浏览量其实也还可以 然后她粉丝数呢 呃 一万多 其实倒还好吧 但是她里面的整个内容 叫女权味极浓 首先呢 她用了几个截图 我跟大家读 她做的这几个截图 真的超级棒了 我没有看这个蔡依林 整蔡依林 说这段话的整段视频 我只看她这个截图啊 她截了一段 她一定说啊 40岁是个很棒的年纪 如果你还没到40岁 我跟你讲 40岁真的free free diamond good啊 就是真他妈好 感觉真他妈棒 首先呢 我是同龄人 我是40岁了 我要告诉大家 你问我40岁好不好 我会跟大家说 好好珍惜你20吧 小伙子们 那个20岁啊 那个身体真的很棒啊 不知道累啊 你到了40岁你才会知道 什么叫各个奇观 跟衰竭的感觉就开始了 以前跟大家说过 然后年轻的时候 谁管什么保养啊 如何如何的啊 然后保健的 谁管这些 现在呀 枸杞肯定是要喝上了 热水肯定不能断 什么可乐啊 肥摘快乐水 不能喝了 太凉不舒服 还是热水好喝 所以说呢 大家一定要知道 给我扯什么 40岁 真他妈棒啊 这种话啊 说实话 只能骗那些 没到40岁的人 真正我们这些40岁的 我相信大部分都会说 好好珍惜20岁吧 精力 还有身体 比不上 真的是比不上 然后呢 这是这个截图啊 首先他为什么 这样说 他一定为什么要说 这样的一段话 首先那个 那个Free Diamond Good的啊 首先这句话啊 扬起 这句话扬起啊 女权们就是喜欢这个 40岁的女人 出来说我40岁真棒 又女权又扬 然后呢 可是这句话 我说了 他就是一句假话 可是大家也听吧 大家也听 好了 下一个截图啊 下一个截图呢 是 然后到了40岁的时候 我终于可以坐回我自己 每天早上就躺在地上 然后可以很完整的休息 这个事情是很神奇的 你知道吗 首先呢 前面他说了这一段话 就是我终于坐回我自己 每天早上 每天起来就可以躺在地上 然后可以很完整的休息 这个新闻的最底下 然后他说了 那么蔡依林如何保养自己 一个女孩子到了40岁啊 保养自己其实挺难的 对比20岁那个新陈代谢快的时候 那个保养自己很难的 同样也有这个问题 不只是女的 因为年轻的时候 你吃的再多 你的身体消耗够快 新陈代谢够快 你很难长肉 很难 很难长肉 很难胖 所以说呢 对于那个时期 40岁的时候就对比啊 作为40岁 你身体的新陈代谢会变慢 变慢的话 你的那个脂肪啊 各种问题就会都来了 所以说你40岁要保持身材 你跟我说 每天早上躺在地上 很完整的休息 这是一个很扯的话 而且一个40岁的人 谁会认为地上比床舒服 只不过是这句话 听起来好听而已 好吧 接下来跟大家讲第二个 下面一个是 那个那个街图啊 然后 那个他说啊 谢谢你们一直支持我 跟他的粉丝说啊 谢谢你们一直支持我 即使我唱的再烂 你们还是陪在我身边 说实话 这就是骗粉吗 割韭菜的话吗 我相信大家应该能明白吧 这种话呢不是骗粉吗 说实话 作为我来说啊 我现在当然了 跟人蔡依林那个级别 差的叮叮叮叮叮叮叮 差太多了啊 人家多少粉丝啊 我让人家 对不对 但是呢 我要跟大家说啊 就算是我这样的人 我如果哪一期 我做的不好 我都不会跟大家说啊 我做的 我就算不好 大家还是喜欢我 我觉得这是一个 很脸皮厚的一个事情 不好 它就是不好 不好 没人喜欢的是应该的 结果呢 说我唱赛烂 你们还要还陪在我什么 这是一种话术 这是一种洗脑 我告诉大家 你看到谁是这样说话的 或者说类似话的 他就是在骗你 你试试这句话 从你嘴里面说出来 除非你是个极其感性的人啊 然后的话 你稍微动动脑子 你说这句话背后 是一个什么样的意思 你就知道 说这句话的人 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想一想吧 然后的话我就不点名了 有些人啊 就是我们最高层次的 听我的都是人类的顶峰啊 这种人大家明白 同类型的 这是一种洗脑 然后呢 这个就是这个新闻 我借着这个新闻呢 其实就是想跟大家讲一下 关于就是说女权 关于女权是为了什么 女权 大家爱听 她已经形成了一门生意 不管是好莱坞 还是中国 她都是这样 好莱坞那边 因为有女权的需求 拍了很多电影啊 电视剧啊 美剧啊 都是女主 大女主做主角 因为市场上 女人开始买单了 就这么简单 然后没必要 把自己端的那么牢高 然后呢 很多事情 其实跟女权一样 不要把自己端的牢高 就像我从来都不说 我自己什么理性 中立客观 没必要 我有我的立场 我知道 我也告诉过大家 所以说 我不会把我自己端的牢高的 然后别人 也不要把自己端的牢高 什么我人类的顶峰 你发现没有 我们这种人 跟那种人类的顶峰 完全不是一种人 根本就看不上这种人 好吗 把自己端的牢高 那就明白着要骗人 你凭什么呀 对不对 然后的话 大家都是人 智商上都差不多 然后书 你能比别人多看几本啊 对不对 要明白这个事情 所以说 站在人类的顶峰 明白就好啊 然后呢 这是 这是这方面啊 还有那个 关于就是什么 那个 什么武统啊 爱国呀 你发现没有 大家发现没有 我这种人很少把爱国也挂在口上 为什么呢 我觉得这不是一个特别光荣的一个事情 为什么就不是一个特别光荣的事情呢 因为我爱国是因为我希望这个国家好 我希望这个国家好 我和我身边的人都能都能生活的都能更好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朴素的东西 这不是一个说我说了爱国了 我浑身就正去了 我说了武统了 我就正去了 那没有这样的 好吗 大家要明白这个事情 没有这样的 同理也少给我扯那些什么 我民主自由了 就是我正确了 而滚的越远越好 这种更可恨 这种更可恨 因为他蠢 你知道吗 所以说呢 大家要知道 我不是说站中间 我不理性中立客观 我有我的立场 但是呢 某些东西的话 他不是说 他不是说人话的 你知道吗 他不是说正经跟你说话的 他从永远的背后 要表现一些什么东西 把自己端出来 这个东西是我要远离的 然后关于今天说这个新闻 其实也就是借这个新闻 跟大家聊一聊 关于女权 关于某些问题上 我的看法 不管大家喜欢不喜欢吧 然后这一期呢 我大概就说到这了 谢谢大家收看啊 再见